皇上请我看戏啊 我跟皇上那么亲近 他都没请过我看戏 李大人 看来你可要交红运了 皇上请我看戏 为何不派人送信来 居然把剑钉在了门上 皇上酷爱微服私访 所以做每件事都是别出心裁 那照您的意思 今天这戏我是非看不可了 那当然了 你要是不想去 我替你去 等等 这皇上的旨意 老夫岂敢缺席 大人 你的红运可让我嫉妒啊 朕当年就是站在这上的吗 是的 皇上当年就是在这儿 看上楚夫人的 那是不想去 sober又是不想去 那是不想去 你啊 那是不想去 那是不想去 啊 千锋桥下春波绿 一世惊鸿照你来 朕就说了这么一句吗 是 朕夸的是那船上的女人呢 时候老臣赶紧去调查 这才知道 皇上您看上的那个女人 她就是楚夫人 楚夫人 朕并没有要楚夫人呢 是 皇上没有说 皇上什么也没有说 那楚夫人为什么会被抢走了呢 是李仪想讨好皇上 什么 皇上 夸楚夫人的时候 身边只有微臣 微臣知道 这是个八戒皇上的好机会 故而抢了楚夫人的献给皇上 李仪啊 你不像婚官不是贪官 一个清官怎么干得出这种事情来呢 当年 当年微臣奉公清零 微臣 想送礼没有钱 想八戒又没有门用 哎 那个小小的知仙 干了十多年 臣心又不甘呢 嗯 皇上是严者无心 微臣是听者有意 微臣想 把楚夫人送到宫里 皇上 你一定很开心 微臣这个马屁就排队了 头上的顶带花铃就变颜色 这官人也就通了 连你也是想往上爬呀 俗话说 水流向下 人心向上嘛 可是朕在宫里 并没有见过楚夫人呢 微臣不敢输啊 是不是牵扯她太后啊 那你就不要说了 我都想不得到 你若是 冲 你 她的丈夫就可以平安回家 李啊 你是个读书人 怎么这么卑鄙 好不容易把楚夫人送进宫里 可皇上不在大内 老臣就把楚夫人献给了太后 太后倒是挺喜欢她的 太后喜欢她吗 是是是 没想到 楚夫人求太后赦免她丈夫 太后这才知道楚夫人 她是有丈夫的 将我训了一顿 太后责令我 立即把楚夫人的丈夫送回去 可惜啊晚了一步 她的丈夫 已经在冲军的途中病死了 楚夫人呢 她得知这个消息后 人就疯了 如果把她送回去 疯疯癫癫的 一定会把抢入宫的事说出来 这样对皇上非常的不利 这样对皇上非常的不利 她想要心疯癫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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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癫到头来 让皇上担了个强强民女的罪名 让太后犯下了杀人灭口的罪行 让楚夫人全家 家破人亡啊 皇上 你罪该万死啊 皇上 老臣 走了 老臣 老臣 老臣